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一女在台湾大名鼎鼎 她是全台湾最好的一个女子高中 当然人才济济 所以我想北一女她是一个指标 以今年的学校来看 是不是有些孩子到大陆去念书 这个数字在逐年增加吗 好 目前来讲就是台湾的大学她已经申请入学的部分放榜了 我的服务的学校本一女中目前学生申请的话有116人是到台湾大学 那么有7个是透过特殊管道或者是国际科展这种推荐的征选 或者是建送到台湾大学 所以目前就是已经是准台湾大学的学生 大概有123个人 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有些学生也会蛮想要探讨一下 自己是不是适合到北京清华大学或者是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去就读 因此也有人去报名 就申请到大陆去报名所谓的顶级的大学 我所知道的大概有65人申请 65个孩子 但是是不是最后都有去面试 考试 透过这个管道还不知道 最后会不会决定要去台大念书 还是北京或北京清华念书等等的 这个可能要到8月才会比较确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辅导一些孩子 因为我在台湾看到 比方说有的孩子非常优秀 他考上了医学院 成大医学院 但他最后就决定不念 他到北京去念书 我想在他心中有一番取舍的一个标准 有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挣扎 因为毕竟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都在台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辅导过类似的孩子 孩子们的思考是什么 是 基本上我服务的对象的孩子 他是都蛮有自己的见解的 也就是说他不会有一无风的 他自己都就想清楚 跟爸妈妈讨论清楚 比较台湾的大学 或者是在大陆的大学 到底对他而言发展的情况 有哪些利弊得失 不过现在看起来变成了一股趋势 尤其是今年的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台湾从南到北不止北女 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你觉得为什么呢 大陆的学校跟台湾比起来 哪些特别吸引人 我想我就举一个例子 昨天我又跟我一个学生 任教班级的学生 他现在是确定要到 北京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工程学系 去念书 我问他那你在台大也是 是有资讯工程的相当有的 也很好的科系 是的 他就讨论完以后 他就决定是8月要到北京 清华大学去念书 当然他讲的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对他来讲 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在台湾的挑战 第二个那边的念书 尤其像工程领域的学生特别强 所以他想说他去努力 试着看一看大陆的学生 看能不能够欲强则强 是 这大概是他的一个 最主要的着眼点 这个钟博给大家看一下 在今年我们在台湾新闻当中 特别有几张照片 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讨论 大家刚刚开始搞不太清楚 觉得在排队在排什么呢 你看原来都是台湾的孩子 对 台湾我们晓得 其实我们的就学 是用学策的方式 学策的话就是有点 像我们以前早一期的话 可能是联考 现在他们变成说 可能会分阶段的 然后就你学策的成绩 来分发你的大学 但是大陆在今年开始 对台湾出现了一个会台的政策 这个会台政策 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才会知道说 那为什么会现在 有这么多的台湾的高中生 下往着大陆的高校 所谓的这个会台政策就是 凭台湾这边的高中生 他的学策的这个军 就我们讲平均的成绩 平均的军标 就可以去申请大陆的这些高校 这些大学 那这些大学呢 当然不是每一所都不用钱 但是有几所是不用的 比方说像是北大 或者是北京的清华大学 还有像是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等等 那南京大学 我刚才有跟各位提到 就是说 对岸它会提供这个所谓的 免学杂费 那这里头 我先给大家看下一张图 南京大学通知100多人 这个缘由 这个一定要先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说原来 因为有对岸 对台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会台政策 再加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大学呢 它本身在世界上的排名呢 也逐年的这个积极掉落 所以很多人现在希望能够去对岸来念书 那这张照片呢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会不会是 感觉好像是 我们英文讲 settle 好的呢 不是 这是天然拍出来的 也就是说 根本也不用去特别 好像说要拍这样一个场景 去营造这样的气氛 是只要当台湾的这边的学生 当他的军标达到的时候 他能够去那边的时候 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盛况 很空前的一个大排长龙的现象 那因为有学生的家长经过的时候 他觉得很震撼 因为这牵着到我们讲的就是人才的流失 或者是说两岸呢 我们以前的这个对岸的学生来台湾念书 跟现在是台湾的学生到对岸念书 这是一个 曾与过气呢 变成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过程 所以让大家很多学生这样看得很惊讶 他就把这张照片拍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好 这实际的数据了 刚刚因为有解释了 就是今年呢 这个对岸有开放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会台政策 南京大学的学杂费就是免费的 你看通知一百多人 那厦门大学呢 中山大学在我的资料里头 它虽然学术学杂费是没有免费的 但是呢 因为它跟台湾的地区很近 而且呢这个在我们讲的一些文化上面 或生活习惯上面都很接近 所以包括广州的中山大学或厦门大学 通知两百多人 现场约一百人 而且还分上午场跟下午场 那台湾这边是怎么回应呢 我跟各位讲啊 行政院长赖清德他怎么说 他前一阵子呢突然还去公布了一个就是 台湾的平均薪资一到三月 创新高哦 创新高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当然啦 因为一到三月 一月有年终啊 你把年终都算进去了 那当然会创新高啊 而且你讲平均薪资 并不代表台湾真正一般 这些年轻鞋子毕业之后 当上班族当劳工 他真正的薪水 因为那是全台湾所有人的薪资 把它加总在一起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高中生 都要出走到对岸去的时候 而民进党的人 还在用数字去骗选票 或者是去用数字来圆晃 那我觉得台湾的人才 会慢慢的慢慢的逐年流失 是 这一张照片呢 引发了很多的忧心跟讨论 我们知道台湾排队的情况很多 排美食最常见的 排卫生纸 排电信资费 但这些排队呢 都比不上刚刚那张排队 它透露出了很丰富的一些含义 当然很多人讲到最后呢 还是归结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原因 不过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汉庭 汉庭你怎么看 当然这个排队很多人不同的解读 用缴投票 台湾的人才流失等等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人才是流失 从人才的角度来看 人才是不会流失的 他们是流动 哪里有好的机会 哪里有好的薪资 好的待遇 我人才就往哪里跑 这个情况的举世皆然 所以你怎么样解读 在今年 这么样一个普遍的情况 台湾很多军标以上的孩子 都往大陆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围山九任也非一日之宫 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长年以来 大陆对台湾青年的这个吸引 包含是从中学到高中 有各种的交流 迎对跟过程 还有从2010年以来 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台湾的学生 到大陆读书 累积到现在已经有很多 学长解封后的经验 跟这些文章还有记录 其实都慢慢的在着壮成长 终于在今年的这个时候 算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突破 因为对于很多台湾的学生来说 他已经看到 有很多成功的案例都在眼前 也有很多的心得分享 比较不会有惧怕的状况 而第二个是当然是在 今年的这个政策上有放宽 就是过去来可能是要顶标 才能够去申请的大学 到今年都放宽 成为了军标都可以去读书 所以对台湾的学生来说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优惠 因为大家自己会去比较 如果你同样的分数 在台湾你能读到的这个大学 比如说台大 但是同样分数 如果能够去申请到 这清大跟北大的时候 大家甚至会去看学校的排名 那当然了 对很多台湾的学生来说 可能还是会觉得台大 毕竟还是比较好啊 但如果你是在一个稍微 如果台在台湾你不是读到台清教程 是比较后面一点的 就算是还不错的私立大学 或公立学校 但是同样的分数 你能够申请到大陆的985 那对台湾学生来说 吸引力就很大 就算学生不清楚 他一问去比较 也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 因为在台湾 我们讲军标 一届的学生大约最多就是30万 所以你平均在台湾赢过15万个学生 能够读到的一间学校 但你这个分数 但是到大陆呢 你这赢的15万 你能读到大陆学校 在当地可能是要赢过300万个学生才能读的 所以对台湾学生来说 这优惠跟加分吧 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具有吸引力的 让大陆很多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嫉妒啊 好 那再来呢 就是其实学策的去申请 对台湾来说是又比较容易的 因为目前高中的学生 要去申请大陆的学校 第一个就是透过学策 第二个呢是考 就是暑假的一个叫做联合考试 就港澳台的联合考试 那那个考试程度又相对题目比较难 因为它是另外出一个考题 所以大家才会抢着 要在学策的这个时候 又趁着它的标准放宽了 更多人通通通都去申请 那考虑的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当地的这个发展比较好 因为主要还是要看它的未来的就业跟实习 因为大家也会发现到 很多学生到了大陆之后啊 他不仅的也可以去读到国外的研究所啊 而且直接来实习工作在大陆 他的整个创业的机遇 都会比台湾来得更加的好 所以当然对台湾的学生 有的巨大的吸引力 我们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啊 年纪上还算是蛮小的 所以他们要不要去大陆念书呢 其实家长的这个意向是很重要 根据我们汪汪中时有一份民调呢 台湾的家长考虑让他们的子女 到大陆念书的比例 现在是高达45.8% 另外有一份非正式的民调显示呢 这些孩子到大陆念完书之后呢 有七成说我会留下来 所以我想事成这两个数字 解读也很重要 也就是说我不只是想去看看而已 我可能把这个地方当成我未来 安身立命 我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舞台 你觉得为什么 这么说那45%点多应该包括我在内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小朋友大陆去念书 这么说过去台湾有句顺口溜 叫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美国 记得这句顺口溜吗 现在改了 来来来来北大或来清大 来上海复旦都行 去去去去去大陆 现在已经改成这样的氛围 刚刚这个钟伯讲到这一张照片 就是大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 台生在那边排等着面试 中部还客气了 这些人不是军标 这些是刚刚这个汉庭说的 在台湾算是顶标 就是最好的学生 跑到大陆去排队 大家以为是499吃到饱 大陆广州也有 不是他们是去排面试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机会的问题 大家到大陆念书 为什么要到大陆念书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主播跟我讲 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主播 他就说他有几次跟大陆的 这个比较跑的学校的学生聊天 聊一聊会害怕 我说为什么会害怕 他们学问太好了 像我这种所谓的名嘴 或许在电视上评论可以 如果跟他们聊学问 可能两三下的露馅 为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汉庭说的竞争 他们因为竞争 所以大量的吸收学问 所以这些学生非常的好 所以到大陆去念书 跟他们竞争之下 你的成绩也会 自己也会督促自己 也会快速地进步 为什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要留在大陆 我举个例子 最近才发生的 有个台湾的学生 22岁到大陆去 然后他前几年当实习生 慢慢慢慢爬 实习生几千块人民币开始爬 爬他现在是一个小主管 他小主管他现在年薪 6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300万 他说他26岁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跟一个业界的人聊过 大陆现在因为各项发达 经济发达 资本市场发达 资本市场就是股市发达 股市一发达以后 股市的每天都在膨胀 所以他们从资本市场 取得资金非常容易 所以给你的大陆叫工资 我们叫薪水 给你的工资 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如果有能力 要多少有多少 这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不同 所以你如果 如果你有机会在台湾 我们老师在这边 你北女毕业 建宗毕业了 考上了台大 毕业以后 你以为就会50几可以吗 我们刚刚这个中博奖 是那个赖兴德底下 那个施讯级讲的 59,852块 简直是胡说八道到了极点 最近台湾流行的笑话是 对不起 我薪水就三万块 拉低各位的水平 那是虎出来的这样的数字 大陆的数字明明白摆在那 我讲实在的 学生跟商人一样 机会在哪里 经济在哪里 我的收入在哪里 我就去哪里 就这么简单 好 小雪 曹老师您看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 看来的确是现在 有太多的台湾那些学生 越来越多的台湾那些学生 考虑 也许还刚刚开始吧 所以你会预测这个 可能这个趋势还会越来越明显 对 因为也是个预料之中的了 因为我在北京上海大学里面 大概也交了十几年吧 我也接触到台湾的学生 早些年比较少 而且呢 应该说 这些台湾学生 很多是台商的孩子 所以这个是原来因为他们家里 已经搬到长期住在大陆 那么这样的读书也比较顺利成章 直接从台湾过来的有 但是不是太多 我后来问到一些 为什么就是当时的时候来的不多 他们讲一个就是 我还是找工作的问题 我以后如果要回去 他们当时想的 我来读了大学以后回去 当时台湾还不承认大陆的一座学历 那么只有什么中医啊什么的 还要回去考啊什么的 所以挺麻烦的还有一个 就回去你还要找工作 你说不定还得再去 再去弄一个什么证书啊 执照啊这些东西 那么后来呢 这个情况有点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直接来读书 原来是来读研究生的比较多一点 现在是本科生的有这么多 也出过我的意外 因为这里面就是刚才秀芳和嘉宾 都讲到一点 它不只是一个选好的学校的问题 是一个选自己未来 到底在哪发展的问题 因为这就是说 你这么多学生来读了书 你说大部分是要留在大陆工作的 都希望留在大陆工作 这是个很重要的抉择了 不是我读了书以后 回去在台湾还能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一种 我前两年就说是 就是说这是一种叫拔根了 就是说我这样的一种 一种趋向的选择 对于大学生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选择 像大陆现在出去 出国很多很多的 现在越来越多 对都是回来了 都是回来 但如果是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孩子 在大陆读了以后 主要在大陆发展的话 这是看中了一个新的方向 就拿大陆最近的情况来说 现在就是在抢人才 这是抢人才 大陆的各个城市之间也在抢人才 抢人才 抢得牙糊涂 那个天津说一天报名 几十万三十万这种事情 都到了后来网站都要瘫痪 一个优惠政策出来以后 海南岛也是的 海南那边 那都是在抢人才 当然也包括就是 归来的人才 也包括台湾的人才 香港的人才 你只要是人才 你符合条件都在抢 那么台湾孩子到了 如果学生到大陆的大学来读的话 还有一个不一样 也是刚才那个 讲到一个学生 就北一女的那个学生 她的想法就是 强对强 就是从竞争来说 现在大陆的大学里面的竞争 仍然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相比较 你像台湾现在的招生 你尽管有顶标 那样这样的好的学生 他到了学校里面 他的对手 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那个 中学里面的那个 好的学生之间的那种竞争 那么有大学现在的招生 只有60%招满 所以应该说 如果普通大学的话 他的那个分数线是很低的了 甚至以前开玩笑吧 就是说你考零分都有可能进进大学了 当然是这是开玩笑说话 就是说学额比真的报名的人数还要多 那这样的话 竞争的气氛不会太强烈 所以对个人的要求也更高 当然我在清华教书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学生 不说万里挑一 那起码也是千里挑一 这样的一种学生 你如果在清华的话 你台湾的学生 你就会面对一个很强的对手 在整个大学过程 然后出来以后 你寻找工作 都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 一方面抢人才 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竞争 所以你有能力的 他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舞台 那当然你如果是有能力的 你能够冒出来的话 也就是刚才秀发也讲到的 或者是那嘉宾讲到的 你有很好的报酬 这就是现在的 我想台湾的学生 他们也知道 越来越多的了解 从成本来说 现在应该说 大陆对台湾的学生免学杂费 这是我觉得还不是太重要的原因 他主要就是说 他从05年开始就宣布 台湾的学生在大陆 是和大陆的学生同等待遇 而且现在31条会台 政策出来之后 又有同等的 跟大陆居民同等的 就是现在大陆的那些好的大学的国际化 真的是厉害 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昨天跟在上海外国的大学上学 他们老师跟我说 他们的学生现在的安排 跟国际的交流机会之多 而且学校里的资源之丰富 我每年都要带学生到国外去上课 这个上课 学校里是补贴了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来支持这种项目 所以资源也多 国际面也广 这个舞台就比我读大学 不知道要大多少 原来确实会遇到一些政策问题 这个政策还不仅是一个读书 就包括以后的某些专业的职业 所以你不是只是看对大学生的这个 要看的还是三十条 加上以前的一系列政策当中 像台湾的专业人士 在大陆职业的空间和机会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力的 你不然读了以后 在大陆能不能够同等的职业 这个都是我想都是对学生会有思考的 但是这些物质方面 也就是像学费学杂费这些方面 它的方便或者是同等 也同样当然是对读大学来说 它的整个的四年或者是几年的成本的考虑 尤其是普通家庭的话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机会 那就是更大的一个面上 更大的面上我想还是看中未来的发展 说是培养人才 实际上人才就是不是流逝了 我完全赞同这些话 是流动 是流动 你台湾有本事以后台湾发展了 有机会了 同样可以流动回去 台湾当年的经济起飞 还不是好多去去去去去美国的那些 回来以后又自称的 所以你最后就是看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人才 能不能吸引人回来 像大陆这些年 每年几十万到美国 在美国最多的是中国留学生 原来早些的时候 在美国大学里面 很多是我们中国台湾的 或者香港的 特别是台湾的 当时在尤其文科台湾很多的 但是后来几年 大陆一开放以后 大陆的学生就越来越多了 那现在大陆学生 当时担心人才会流逝出去 对不对 大家都在谈 这么多的人 像清华大学 花这么多的精力 把中国最好的尖子培养好了 结果到流逝到美国去 但是现在明显的看到 回来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看来就是这个舞台 那这个舞台 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尤其是现在 就是今年就看得出 你说国际上的竞争 越是激烈 越是需要人才 曹老师您这些年 一直在关注两岸关系的一些发展 那您看 我们说是从2010年 当时呢 我们说两岸大家互相就 比如台湾的政策也是你 大陆的学生 也可以到台湾去申请大学 其实曾经也出现了 一个小小的一个高潮 当时也有很多人 想到台湾去读大学 可是现在呢 好像就反过来了 好像是台湾的学生 更多的到大陆来求学 你怎么看这样的变化趋势 因为当时2010年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刚刚开放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为我就拿从香港比较 台湾的整个的 它的那个 就是读书的成本 以及周边的环境 可能更适合内地 比如说福建啊 或者上海的一些学生过去 甚至包括 那边要讲广东话 一边讲的是普通话 这个都更加容易 就是融入到当中去 那么那时候 两岸之间关系 也不断地改变 所以对大陆学生的政策 也不断在开放 在就是让大陆的学生 有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在到台湾去读书 而且台湾大学 你招不满吧 本身就是空在那边 但是台湾它限制 它的公立大学不能找 本科的都是私立大学 那私立大学就更希望 能够吸引大陆的学生 所以他到大陆去招生 也很积极 但是这几年 除了台湾本身 一个政治气氛的变化以外 还有大陆学生 他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了 更多的选择 我上次讲旅游就讲到 你原来大陆的游客 他到台湾来有很大吸引力 但是现在他有更多的选择 在跑出自己的 到国际上就有更多的选择 同样大陆的学生也是这样 他到台湾是个选择 你别看澳门现在大学都发展得很快 我好说孩子的朋友是到澳门去读书了 那么到香港仍然是 还有就是到出国 到别的国家去读书 那还是中国大陆的 现在从家里的条件来说 现在一般的中产阶级的孩子 都可以有这个能力 所以每年有这么多几十万的学生当中 他同样的选择 他会不光是一个学费成本 还有一个机会成本 就是时间 我同样花这几年时间 我到哪儿读 最后对我最有利 这个台湾学生的选择是一样的 我同样花这个四年时间 我在哪儿读了以后 对我人生以后的发展是最有效的 这就是最有可能成为人才的 所以说到底呢 最后还是用脚来选择自己的人生 就未来我发展的平台 在哪儿的机会更好 所以曹老师呢 一番感受下来 的确是感受到了 他自己在高校 也觉得这些年来 的确台湾的学生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分析了这些年来 观察的两岸关系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体会 我不知道台湾 我们的演播室的嘉宾们 有什么样的感受 秀芳 实现两岸都少子化 每一个孩子都是宝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这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呢 要离开家去念书 对于家庭来讲的 是一件大事 考虑的层面非常多 不只考虑这个学校的 这个师资啦 排名啦 可能也会考虑到 距离家的远近啊 交通啊 生活水平等等 所以台湾孩子呢 去大陆大部分会选择一些 沿海的一些发达城市 但是我们看看 其他大陆内地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人家学校多有企图心啊 这个呢 最近在网上传风了 它是大陆在贵州省的 一个新义民族师范学院 坦白说很失礼 这个学校我们还真没听过 你看看人家的这个 招聘文怎么写 虽然写得很直白 非常非常的谦虚 但我倒觉得 这是一个反向操作 你看看 招聘文一开始就告诉你 首先 坦白 学校很一般很一般 就先告诉你 我们学校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交通情况暂时不高速 只有飞机到达全国各大城市 然后呢 人才引进 政策待遇一般 好 那么平职生容易 工作压力不大 没有科研要求 他还告诉你呢 我们学校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另外呢 您只想好好上课 那就上课 当个好老师也行 最后真是把我逗乐了 他说当地的物价很现实 牛肉便宜啊 35元一斤啊 现宰现杀 而且不住水啊 其他没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 其他没了这四个字 其实还有一段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上面没列出来 因为薪水啊 对不对 老师去老师总要考虑到 我不只要买牛肉啊 这个薪水给我多少 好 你看 人才待遇一般 怎么个一般呢 一套三室两厅90平米的房 或者三十万安家费 人民币 三十万安家费 另加还有十到十五万人民币的科研请动金 后面还有三个字叫做其他无 这也够了 也够了嘛 其他无 你看其他无 其他没了 就看这个生意三个意思更好 正在台湾已经就是说一般一般了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都已经这样了 那你还会要其他吗 对呀 汉田你看看 这个说是很一般还真是很不一般 跟我们说台湾比起来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自己的孩子 再过两三年 大概也要面临念大学的这个年纪 所以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我常会上网去看一些 已经到大陆去念书的孩子 他们的一些看法 总结来讲大概两个心得 一个就是很震撼 因为当然你到大陆之后 你发现人才这么多 竞争这么激烈 你再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这个很小确幸 安逸的一个环境 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些冲击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感动 为什么感动呢 当然也感谢大陆政府 给这样子一个公平的 一个福利 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比方说像是医疗 各方面来讲 我们跟一般的大陆的民众 没有任何差别的待遇 但是汉田反过来来看 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也不是也希望要人才吗 为什么对于大陆孩子来讲 没有什么三线六步啊 设了一大堆的限制 这样能够找到人才吗 主要当然还是台湾政治氛围的因素 尤其讲到医疗在2016年的时候 那当时台湾针对 要不要对陆生来开放健保 哇那整个台湾政坛也是炒翻天啊 那各种歧视跟辱骂的字眼 那就是冲销云耳 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两岸的比较 大陆对台湾的态度是开放包容 对台湾人是以诚相待 而且以礼相待 但台湾对大陆不论是学生 或者是任何的人民 都是抱持封闭排斥 然后以敌视之 所以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对于台湾的学生来说看到几个 第一个是学校本身的学术成就 跟世界排名 那有了大学学历 其实还是有很多台湾学生 他们会上网去询问 他们在担忧 哎呀那我到大陆念大学 或念研究所 这学历台湾不承认怎么办呢 底下已经有很多经验的学长姐 就直接回复了 那你就直接留在大陆读书 就留在大陆工作就好了 回台湾干嘛呢 所以那就业来比较 大陆的很多公司也很优秀 那对台湾也有特别的优惠 就算单纯的 你不到大公司 你一般的起薪 台湾现在啊 就是也是不咋地 所以大陆有犀利 那台湾这边呢 就整个就业的环境 又有推力 对台湾人来说 他自然的 像我们先前所说 用脚投票 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是台湾的青年 会被加入到 这整个中国的竞争圈里面 而台湾人 他的竞争能力的差距 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在过去 还没有大陆这个变因的时候 很多台湾青年 反正就躲在台湾的舒适圈 了不起就是台大跟不入流大学 这样的一个比较 但现在呢 在未来台湾优秀的青年 在未来很有机会 可以成为大陆 可能上亿人的领袖 比如你到了了不起的大公司 就像蔡崇信一样 管理的几十万的员工 那么未来的这样的状况 台湾人只要是有能力的 他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要嘛 你就是成为上亿人的领袖 要嘛你就是还在台湾 在默默的角落 然后领着未来 可能只会领到的 一万八千元的台币 因为未来台湾的薪水 大概还只会在 继续的越来越低 因为就业的 对未来可能就是 就业环境会越来越艰困 那么再到未来 可能是五年后 十年后之后 会有一波的这个路归潮 也就是台湾当局 对于大陆的这种什么限制 未来应该就会慢慢的解禁了 到最后会有 现在到大陆去求学 创业工作的这些年轻人 长成有钱之后 干嘛呢 回台湾来投资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 大概就是也快不行了 也很需要 我们讲说归于返乡 大概在十年之后 会有一波的路归潮回来 那么从两岸的这一个 政府的态度 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 让我想到当时 孟子所说的 叫做 行人正而亡 莫知能遇者 就算 就算民进党 把大陆当敌人 那么 但是对于大陆的这些青年 也应该是要积极的笼络 善待 要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没有 反而都是抱持排斥的态度 但大陆对台湾的人民 都是抱持高度的 友好跟善意 真是符合 诗经上所说的 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 无私不服 也就是很自然而然 就会得到台湾老百姓的支持 是 开大门走大陆 其实是一个自信的表征 所以师成你怎么看 我们台湾其实也走过 很开放的一个年代 但是现在特别是对于大陆 我们对于西边的这一块 感觉上就是越来越惧怕 门一个一个的关 当然现在学生 这个西进的风潮是挡不住了 不过他从学历方面 很多东西不承认来下手 那么倒是我们看到 一个学术人才的交流 现在陆委会就明文要求 台湾公私立大学的一些专人老师 未经许可 大陆所有的国家基金研发计划 都不能够参加 请问对台湾来讲是损失 还是一个得到 台湾现在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心心 已经崩盘了 所以没办法应对 这在大陆在会台31项措施 第14项里面叫做有 希望这个所谓的这个 一些所谓比较高等的技术人才 参加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就希望吸引人才过去 然后这个会台31项 我们台湾的政府就把它改成 这个对台31项 然后就陆委会出了一张公文 那公文内容就说公私立科研机构 和大学院校县职专任教师 和相关人员未经许可 不得参与中国大陆各项 国家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等 含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我就不再赘述了 世新传播学院的院长游子祥说 请问一下凭哪一条 哪一项规定是你可以用这种行政命令 禁止我们公立这些学校的教师 到大陆去认职的 哪一项 包括这个教育人员任用条例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都没有这一项 为什么 对自己没有信心 崩盘了 我只好用行政命 阻止大家去大陆去上课 刚刚那个秀芳拿了一般一般的大学 天哪 那一般一般 那可不一般一般 对台湾来讲 那是非常优渥的待遇 我常讲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这个中国时报 曾经在去年报道 有两位台湾的高专人才 也是相当高的人才 一个参加台湾 这个两所公立大学的真事 没有上 那怎么办呢 只好到对岸去 另外一个到对岸去 一开始也是大概 折合每个月台币 大概7万块钱 大概等于助教 他说问题是 这里如果慢慢爬的话 他们的比较好的教授 一年的年薪 一百万人民币 那台湾 请问一下 我不晓得台湾现在的 这样的大学的教授 能有多少的收入 能有多少的收入 这就是两岸之间的不同 然后你为了让自己的人才 留在台湾 你就不让用行政命令 这种没有法令依据的东西 禁止大家到大陆去 然后在台湾 又没有前途 又没有未来 我们不晓得我们政府 在搞什么东西 当然这个问题 讲来讲去 最后可能会牵涉到政治 但是简老师在现场 我们也非常同意 政治不要进入校园 在学校里面 大家不要讨论政治 从学术来论学术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简老师我们刚刚讲 人才的流动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况 比方说您的专业是物理 其实物理大陆 也是他们的强项 您觉得这个交流 对于台湾来讲 是好是坏 对于我们台湾有损失吗 您赞成这种交流吗 我当然非常赞成 两岸的交流 尤其是目前的教育交流 或者是学术交流 教育包含是政策 例如说考试的评量 好的研究 他们的考试方式 台湾的考试方式 如何可以来交流 或者是说 像学生的专题研究 大陆的学生 在高中生的这个阶段 他们对于科研这种专题研究 到底是怎么样进行 台湾的情况又是如何 您去大陆交流过吗 是的 交流过还不少次 您看到了什么 例如说像三年前 我们就一群老师 当然透过申请程序 到复旦大学的副中 到上海交大等等去看 那也到复旦大学的物理实验室 或者是他们的工程学院的实验室 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借进的 事实上来讲 像复旦大学副中 他们的实验室的设备 就比较新颖 同样是跟台湾的 我们的高中来比较 当然他们的实验设备来讲 可见这个经费钱 是发挥它的功能 很充裕 对 而且它的设备 可能都有一部分是属于 我们台湾的某一部分的 大学等级的实验设备 这是高中而已 所以以我们来看来 它确实是有它发挥的地方 就是把经费用到最好 我们台湾当然就会看说 如果今天能够有经费的依注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的高中 在实验室的设备方面 也能够提高等级 也能加强我们的学生 跟我们大陆的高中的 同年级的学生 能够互相有一些比较 或者是互相光模学习 蔡英文她不是执政两年 然后她做了一个线上的 让民众来提问 可是人数怎么这么少 才2000 一个领导人只有2000 台湾也2300万人次 大家买单的人是这么少 人家开玩笑说 柯文哲那天吃个饭11万 线上流量11万 你搞了个半天2000 加起来还不是单独2000 是加起来2000 这个1800加上卧槽200多 以前不是都说支持蔡英文 最多的就是年轻人吗 我跟你讲支持最多就是年轻人 那时候政权没在手上 等政权在手上 年轻人发现说你在胡我们 她说去年的平均薪资 49000块 年轻人说没有 我们现在刚刚汉廷讲了 我们还是22K干嘛的 然后蔡英文在回应说 因为你们年轻 所以你们薪资水准 在这个平均值以下 然后网友就说 我们年轻世代完全被人家看不起了 为什么 我们的薪资水准 是拉低所有人的水准 然后大家讲说 我们没办法当这个高级实习生 就是吴英宁一年250万台币 也没有办法去领取你那个 很多的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不是你的 你们这些党派里面培养的人才 为什么大家年轻人 对蔡英文越来越失望 因为你所讲的完全没有做到 我们毕业以后所面对的 是完全现实残酷的环境 你所过去形容的乌托邦 完全没有产生 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年轻人你知道我常讲 你不要讲什么天然毒 当天然毒出毕业以后 遇到自然穷 他绝对不毒 他觉得你是胡说八道 你知道吗 为什么自然穷 我毕业我又22K 大家讲说22K没关系 我请问一下 最重要是22K10年后 你还有几K 你不是22K 10年后你就是50K 不是 说不定到时候你就没工作 这是台湾的现状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 对蔡英文一点都无感 发现你在执政之前 出一张嘴 打嘴炮就算了 在执政之后还是一样 事实没有任何改变 还更糟 为什么年轻人对蔡英文失望 这是重点 民将上台以来 他其实一直都是搞斗争 但是不顾民生 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就看不下去 而且因为他斗争的手法 过于的急躁 而且才是太过粗暴 那首先呢 是针对国民党的部分 用转型正义跟党产 去锁死国民党 那么对我们呢 这种积极强调 这两岸应该要和平统一的 就用国家安全法 所谓国安法来对付我们 那么对于统促党呢 就用组织安全条例 然后去对付他们 那么一样就开始追杀 这个马英九啦 然后就追杀各种兰英的人 各种的起诉啦 办案啦 那为了呢 要打击这个政敌 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 就连两岸应家亲 现在也成为了民进党当中的 这个禁用子 自己都可以讲 林佳龙都可以跟天津要搞姐妹事 但偏偏克文哲不行 所以这种种的一切 就会让越来越多 原本他可能对政治 也没什么感觉的 中立的真正台湾的选民 也会觉得民进党太超过 就是呢 大家都觉得你要政治斗争是可以啦 但是呢 从过去几十年以来 没有一刻的政治斗争 像这一次 好像2016年到现在 短短两年之内 然后民党充分展现它贪婪暴行的这种嘴脸跟蛮横 尤其又在把管的事件上 所以这自然而然就会让大家觉得 那台湾真的在搞文革 那么大陆在搞经济 自然而然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提到的 很多的台湾青年学生 这是有脑袋的 有眼睛的 他看台湾搞这么乱 大陆发展好 自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 是 我们听了那么多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台湾未来何去何从 但事实上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你待会给大家做个总结 其实答案就在刚刚那张照片里面 很多台湾的学生 今天的学生就是台湾明天的中流砥柱 这些孩子们他做了一个他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觉得台湾未来要有骨气 你要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才再吸纳回来 比方说当初很多台湾的人才跑到美国去念书 有本事他回流到台湾 但是你如果台湾不够好 他干嘛要回来 对 台湾我觉得台湾跟大陆两岸之间要良性竞争 良性竞争互相突破顶峰 两岸的人才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未来的世纪 我觉得是整个中国的世纪 我觉得现在变成两岸在竞争 但是台湾又没有竞争力 只好封锁自己 我刚刚跟老师简单我讲 我说古人讲固步自封 台湾现在就在固步自封 把自己封闭 但是你又封闭不了 到最后的结果是人才全部流失 这一段时间就在固步自封 by bwd6